无魂龙蛇有名白虎 生命最终只能是我们的 一切是 今天依然是 面对戴维斯借助辅助魂师的穿梭之术 唐三应对起来可谓是十分棘手 但最终唐三还是凭借强大精神力释放出阻击神光 将戴维斯的穿梭之术成功破终 虽然唐三遭受重创 但一旁的戴维斯由于遭到反射 下场自然也好不到难去 此时戴木白与朱竹轻战了出来 他们决定要自己亲手两断着纠缠许久 戴维斯见形势对自己十分不努 于是便与朱竹云使出最后的杀手锏五魂融合计 伴随一头威压十足的紫色幽冥白虎 场上局势瞬间发生逆转 而此时两人竟直接将矛头指向唐三 危难时刻在荣庸的极致辅助之下 戴木白与朱竹轻成功使出相同五魂融合之计 并将唐三在危难之间成功救下 随后两只幽冥白虎之间的战斗便一触即发 与两人默契度的不断提升 想不到竹轻与木白的幽冥白虎竟生出了赤头 见到此情此景观战众人也是惊呼一体 随即木白与竹轻发动猛烈的进攻 双方交战术回合后戴维斯与朱竹云很明显识不消 最终戴木白与朱竹轻凭借强力的一击成功将二人击败 伴随戴维斯与朱竹云的落败 史莱克战队也是艰难地取得了此次战斗的胜利 我没认输 真是一场充满意外激动人心的比赛 我宣布史莱克学获胜